嘿大家早 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 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我是Kelina 今天的视频呢 依照着上一个视频 小伙伴问问我很多问题 关于nanoflow 因为nanoflow呢 本身它的这个福股量非常的低 所以呢 非常适合我们初学者和小白 甚至是想赚一些 easy money的这些小伙伴们 那这样的股票到底怎么样去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到底是什么时间段交易 是最香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 就跟小伙伴们来分享 这两个问题 好现在呢是还在盘中 基本上还是在我的交易时间是 现在洛杉矶时间早上是 八点四十五分 那就是纽约的时间是 十一点四十五 应该没有算错吧 三个钟头 然后呢这个现在中国的时间 应该是半夜的一点半 那日本的时间呢 应该是 嗯 啊不对 一点四十五 那中国的时间应该是 十二点四十五 也是半夜的时间 其实我还蛮羡慕 在亚洲的小伙伴们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能找岁的人 但是我就一定要早起 所以如果我真的是能在亚洲的时间的话呢 真的是 啊除了不能跟朋友一起去晚上吃饭去 happy 但是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做 那现在还在盘中早上八点四十六分加州的时间 然后呢 其实是有一个股票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啊 Nexy Nexy这个股票呢 其实 啊 他是NanoFlow NanoFlow 他的浮股率呢 他的浮股率应该是 0.85 0.85 还没有超过一个million 非常非常的棒 那这种股票呢 七十 你们问我说什么时间交易比较好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哈 首先 我过一下会把图放在 首先 他呢是这个纽约时间一开盘 早上 pre market 4点 a.m.左右的时候 他就 已经在gap up 已经有百分之 二十左右的一个 涨幅了 那百分之二十左右 如果我就在想说 百分之二十在纽约时间的凌晨四点钟 那就是我的时间的凌晨一点钟 那其实就是亚洲国家时间的这个下午的时间 哇 那这时间就好像晚上六点钟七点钟这样子 刚刚下班 哎那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个时间看 如果我们发现他是NanoFlow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埋伏进去 对不对 埋伏进去之后当时他才两块钱 两块钱都两块钱 现在呢他是今天最高是九块四毛三 两块钱到九块四毛三 小账户 这个真的是可以 很多机会让你们赚到非常香的这个回报的 OK 那我们 比如说是在这个他的六点钟 纽约时间六点钟 我的时间三点钟 然后呃这个你们的时间应该是晚上的七八点钟这样子 OK七八点钟吃完饭正好来看一下不吃挺好的吗 然后呢基本上我看是多少钱 那个时候 第一 三块八毛二 OK 即使是你呃他也会跌回来 然后呢你在这个两三块钱左右的时候进去 然后呢直接买入 当然要设定一个stop loss这个指使 然后可以去睡觉也好去玩也好 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什么时间买最好 就是在开盘的十分钟之内 哇就可以看到一个panic sale 大概是最高是呃九块钱左右 这是一个钟头之内 然后呢是九块多 不管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想等那么久 我就会在一开盘的时候就基本上买掉 为什么一开盘的时候会有一个morning panic 就是说很多人他的券商是不可以交易这个pre market和after market 那如果他发现了一个股票涨成这个样子 当天涨了百分之两百三百 那你一开盘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当然是非常兴奋的想去买进这个股票 甚至是卖出这个股票 要take the profit 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股票呢 是在一开盘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弱 所以呢 不管你在啊世界各地的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操作这个美股的市场 而且呢像这个美国的市场 我觉得是非常的稳定的 呃并不是像一些不发达的国家 甚至是一些在打仗的国家等等 那基本上这样的公司如果我们初学者找到一个nano flow 甚至配合的一些news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旁边的这个real time的那个sales 就是你会知道说卖了多少多少人买进50 10乘以一百五千股 OK一百股 一一百哦有两千的哦 一百乘以 一百是一千 哇三千三千乘以一百三万股 所以你会看到说当天的这个交易量非常非常的大的情况下 你就其实就不需要看这个volume是怎么样了 那这样的股票 不管你是一开盘的时候 他有一个dip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跌回了5块8左右 你可以啊 dip buy 甚至你是提前在prem market的时候埋伏进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呃可以回去看我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 discord里边有分享给大家 每天都有这个嗯nano flow啊 或者是各个可以操作的一些 renner的一些这个股票在里边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是月订阅 如果是想每天得到这个worklist的话 可以直接去我们网站上去这个啊 呃这个查询这个月订阅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每天收到这个premarket的一些 可以可以交易的ticker 所以呢 非常开心 今天呢 其实我也是 埋伏进去的 所以呢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买了一千股 ok 一千股的情况下 这个股票是 4块钱买进 那 就 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赚了4000块 那如果你是 没有两块钱埋伏的话 甚至是你买了5000股 一万股的情况下 你睁开眼睛就是 3万块4万块钱美金 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香呢 所以 不要说 你在其他的国家啊 时间啊不好啊 等等等等 也不要说你没有时间交易 也不要说你不会交易 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的 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日内交易的小伙伴 可以看我其他的视频 如果想真正学习日内交易的话 可以从这个初级课程开始 小白完全可以学会 因为呢 他把你日内交易所有需要的知识点全部都列举出来 那在这个日内交易初级课程里面 其实也有这个nano flow的一些简单的给大家介绍 但是呢希望大家一直会follow我的这个视频呢 就会得到持续不断的这样的information 那好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也还在盘中我也比较忙 那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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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